你 没关系 去吧 谢谢啊 这儿 你专门弯到我们家来接我了 你们家弯过来要一个多小时 而且我们附近说有一个 手办的发售活动 那你不是天没亮就出门了 追人不得有点诚意啊 我是知道有活动才去接你的 怕你打不着车 早上就是在电梯里偶然遇见她 她怕堵车说顺路送我 不用解释 没知错 我 我是让你自己选 坐踏车还是坐我车 你看不出来她想追我 我又不是高伦了 能看不出来谁对你有意思啊 她那个车出了小区之后 那个方向就算是顺到马里亚那海沟 也顺不到咱们公司吧 你知道还这么大力 我对陆东的看法很简单 他想追你 可以 我不介意多一个亲弟 选择权在你 既然你现在还有得选 那就好好选择 你有这个权利 不用紧张 没生气 真的 要不然我现在去医院 给你拍个新电图 写份心率汇报给你 好 应该在那儿 真的有拍吗 我坐你前面 好 来 太黑了 我坐前面 跟着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陆总 陈叔 这么巧 你干啥 邻居 真没想到 你就是陈叔口中 那个重要客户啊 跟大家 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今天二十七岁 姓别南 名字呢 起得特别有意义 我爸 他姓南 我爸呢 他姓万 最后给我姓名 南波万 由此可见 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 天方又是第一个孩子嘛 所以家里的人啊 都特别特别地闯着我 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在这种 溺爱的环境下生长 那么 要干嘛呢 我就拼命地学习 于是我在他们家里买了个 学习桌 我每天在这里啊 疯狂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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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个月后 学校也没我 不去上课把我开除了 哎呀 真是人生无常啊 哼 其实 我觉得并不现实 我觉得并不现实